174筆記憲 76個帳戶 裡面沒有任何一筆 是由台灣匯出的 裁委會州市針對趙鋒洗錢案 舉行秘密會議 立委曾明忠表示 根據金管會揭露的 2010年174筆 及76個疑似洗錢帳戶 證實沒有任何一筆從台灣匯出 不過外界還是不太相信 有兩筆是巴拉瑪分堂 跟個朗分堂 匯進去的都是一些金融機構 他說沒有從台灣匯出的 名單中也沒有中文譯名 初步看外界或者是 幻率的每筆一再的編故事 其實非常清楚 沒有任何一筆是由台灣匯出的 不過立委黃國昌則認為 調查範圍應擴大到2015年 從2010年開始到2015年 這個都是因為他們必須要去 放了一筆錢 絕對不是只有限於說 錢會過去被退門的部分 還有會成功的部分 怎麼辦曾委員 不止黃委員有質疑 網友也不能接受這個說法 認為這樣就能證明沒洗錢嗎 疑點還是重重耶 財經中心台北報導 這是什麼事物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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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